大家好,我们养茶花呀,不仅这个茶花的根系要养得好养得状 茶花的叶片呢,也要完好无水 这样叶片才能够更好地进行光合作用 然后整个植株的状态呢,也会更好 但是我们应该如何养好茶花的叶片呢? 其实只需要做好七房就可以了 首先第一房呢,就是防盆土减化 茶花如果盆土一旦偏减,叶片呢,就容易发黄 给茶花补栓呢,有很多种方法 我们可以在施肥的时候呢,用上一些洗栓植物型的有机羊液 这样既可以补栓又可以补肥 又或者是在浇水的时候,在水里面兑上一点叶们原路 也可以有效地调节水质 这样的话也可以保证盆土的一个微栓性 第二个呢,就是要防农肥 然后花在养护过程中呢,是不能够缺肥的 但是浓度一定不能过高,浓度过高就很容易伤根 根系不仅会受损,叶片呢,也会出现这个边缘胶枯的现象 第三个就是要防止病虫害 蜘蛛一旦感染病虫害 首先危害的就是叶片 叶片很容易有一些病斑 那么我们至少每个月呢,要给它喷湿一到两次杀菌杀虫剂 做好这个保护措施 那么第四方呢,就是防缺素 盆土一旦缺乏这个微量元素 叶片呢,也会受损 防缺素啊,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我们在用肥的时候呢 多用有机肥,少用无机肥 有机肥的话呢,可以用洗栓植物型有机养液 或者是呢,经常在盆土里面埋上一些有机粪肥 比如羊粪、鸡粪都可以 第五方呢,就是防灰尘 叶片上面如果有太多灰尘 不仅会影响光合作用 也会导致叶片交接 第六方就是防干燥 茶花喜欢一个偏湿润的生长环境 养活的过程中呢,一定要经常给它喷洒水污来增加湿度 要不然呢,叶片也会容易交尖 第七方呢,就是防不通风或者是冷风 这些不仅会影响茶花生长 也会导致叶片来会出现交尖的现象 养活茶花做好这七方 我们才能够保证好茶花的叶片呢 完好无损 叶片呢,浓绿有光泽,有自感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也见 我们下期也见